想要學狙擊 你要記住這五個要點 沙德威斯坦 什麼是沙德威斯坦呢 沒錯 就是要有非常適合你的滑鼠靈敏度 就像沙德威斯坦被植入大衛體內 卻沒有排斥性那樣的合適 首先 你調整靈敏度的方式是 槍跟滑鼠移動距離要屬於你的體感同步 只是說特別低就特別準 你可以一點數值一點數值的去調整去感受 子彈飛一回合 我們要熟悉每一把狙擊槍的彈道 拳擊中背徑之呼吸 每一種背徑都是需要你去熟悉的 狙擊會因為你拿了背徑不同而有所誤差 如果你拿罐4倍8倍 然後突然來個4倍10倍 你會完全不熟悉背徑彈道的距離 呼吸術 你要學會預測敵人的走位 才能瞄準到敵人 441 要找一個視野極佳的位置 全部在你的視野之中 又不太會被敵人發現 除了高點 還在高點 如果今天你想要玩狙擊 能爬 或者位移到高處 那是絕對要做的事 打不太玩才能 是絕對